选择喜爱的花种 修剪长度做造型 在粘到石膏板上 吞上精油或喜爱的香水 具有个人风格 清香的手作花艺成品 就大功告成 而为了留下美好回忆 还有专业摄影师帮忙拍照留念 过个难忘的母亲节 可以让我们亲子关心 就是很好这样子 然后做这个花也很漂亮 感觉这个气氛很和乐 然后第一次跟邻居 那么近距离的互动 平日操劳家务 工作两头烧的妈咪 累了还可以在躺椅上轻松一下 享受按摩服务 这是大安区镇生里长陈秀兰 在周末举办的母亲节园游会 希望妈妈们在家节 能够心花朵朵开 利用下午的时间 让妈妈能够有一个舒坦的时间 给她们按摩 让她们一年的心脑 也可以说非常 在这个下午时刻 可以觉得很舒服 然后附近又有很多漂亮的一些 我们做的一些漂亮的花木 那她们也可以在这边 在做按摩的时候 可以休闲一下 徐慧美 娃娃 陈志远等等原住民歌手 在舞台上卖力唱跳 原住民主曲 还热情邀台下观众一块同欢 热力四射 让大伙敞开心胸 气氛开到最高点 很温馨 很欢乐 而且很喜乐 很有幸福的感觉 谢谢我的妈妈 一度的扶持 一度的支持 衷心的感谢 参与这次活动的每一个人 不管是工作人员也好 或是你们来到我们当中 我都非常非常的感谢 佳音教会真的全力相挺 不管所有的同工也好 牧师也好 所有所有的人都来到我当中 把这个完整 小朋友拿起五色串珠 自行DIY 准备将它送给亲爱的妈妈 今年母亲节 新上任的大安区永康里长李明盈 在永康公园举办大型音乐园游会 包括教会乐团 弦乐团跟诗歌班等等 都共襄盛举 天籁美声不仅吸引民众几包会场 也有摩采活动 让李明都能满载而归 共度欢乐的母亲节 记者顾餐永 蔡博某导 文字幕志愿者 李明盈 文字幕志愿者 李明盈 文字幕志愿者 李明盈